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云婶 你是老糊涂了呀 现在全村都在传你们家的笑话呢 你那儿儿媳妇 你 哎呦 你都不知道 到底怎么了 你就直接说吧 我这人是个直性子 你别绕了 哎呀 我说了 你 你 你可得屏住啊 这个女儿媳妇啊 我前两天去医院的时候 看你女儿媳妇去做产检了 我儿媳妇做产检了 怀孕了 你 你说你儿子都塌坏五年了 女儿媳妇怎么怀怀孕啊 哎呦 全村人中的笑话嘛 我的天哪 不可能 肯定是你看错了 我没看错 我还跟在后面 一直仔细地观察 就是你儿媳妇可乐啊 哎呀 真是烧风败俗啊 好了好了 你走吧 没想到你儿媳妇这么不检眼 别再让你说了 赶紧走啊 女儿媳妇 真是特大好消息吧 就你那儿媳妇 哎呀 生活有 生活做产有问题 我再不信 我明天 我就去我儿子家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到时候 如果不像你这样说的 我回来 可抓你三大 哼 反正我可是没有看错 妈 可乐 妈来看看你 妈以为大时间没来了 小灰现在怎么样 挺好的 还是哪样 我儿子 这一趟就是五年 哎 苦难你了 妈 你说什么呢 照顾小灰 不是我一个妻子 应尽的责任吗 哎 可乐 我怎么看着你 好像胖了些啊 可乐 你 你这是怎么了 你这不回事 妈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你怀孕了 你怀孕了 你真像他们说的那样 可乐 你 你 你走吧 我们家 我们家 不需要你这样的女人 我儿子 躺着就五年了 你怎么可能会怀孕 你 你这个伤疯太俗的女人 你不是这 你这不是让大家说 出我们家寄点鼓吗你 妈 你误会我了 事情 不是这样的 妈 你误会我了 不是这样的 妈 其实 你们家 也对她这一个孩子 我不想 让你们家 绝后 况且 我一个人 也太孤单了 所以 我就想要个孩子 所以 我才自恶主张 去做了试管婴儿 你做了试管婴儿 那试管婴儿 那能是我们家的孩子吗 妈 这个孩子 就是小灰的 你要是不信 等孩子出生 你可以去做爹 原来是这样 可乐 我的好儿媳妇 苦了你了 要不然 妈搬过来吧 我们一起 也好做个伴儿 以后 由我来照顾你们俩 妈 辛苦你了 说什么的 都是妈应该的